最新的目的 好, 这一集的CEO家长就和大家见面了 每日打开布置, 这个社会就很多矛盾很多冲突 公司和私事间又吵架, 家人和家人都吵架, 隔壁林社都吵架, 我们和政府吵架 很多冲突很多矛盾很多喊恕 这几年新兴了一个行业叫和解园, 看名字很特别, 我刚才和我的朋友Anita, 今天我们是嘉宾, 是一个专业的和解园, 听听之后, 其实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中国人里面常常出现, 我们简单来说叫和事佬, 我记得我小时候隔离社吵架, 我妈就跟爸爸说, 爸爸过去劝他们做和事佬, 小时吵什么, 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喜欢和, 是令心直气, 好言相向, 不要那么多冲突,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是和气,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生活的价值, 所以现在发展了一个很专业的和解园工作, 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新的专业, 这几年的发展都相当蓬勃, 还有很多环节里面都有影响, 所以今天找Anita和我们谈谈, 究竟是什么? 我用和事佬的说法, 会不会贬低你们的专业? 一点都不会, 事实是很适合, 其实传统中国孔子论语里面有, 离枝用和为贵, 以和为贵就是这样来的, 事实上在十几年来, 香港都是有和解这个方式, 去解决一些争议, 亦都在世界各地都发展得很好, 英国、美国、澳洲、纽西兰, 甚至邻近新加坡、日本、 国内也有, 都用和解去解决, 本来可能已经要上法庭了, 不如不要上法庭, 用民事诉讼, 用这个调解去解决, 而香港事实上, 你说得很适合, 去年1月1日, 有一个实务指示30日, 在法庭上用的, 法官会对一些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要是跟当事人说, 要是他律师代表会跟他说, 就是会否都试下用和解去解决问题呢, 因此, 你会看到在近几年, 是越来越多人去读, 调解这件事, 我也是, 亦都考到一个专业的和解员, 无论他自己用一个兼职方法, 或者是全职的方法, 去帮人用这个方法去解决, 现在有专业的和解员, 这个行业出来的? 可以说是慢慢地形成的, 从前应该都是一些兼职的, 各类的专业都有的, 主要是社工, 律师, 医生, 护士都有的, 应该在近一年, 是越来越多人, 我都认识有些和解员, 他们自己几个人, 组成一间公司, 去接这些生意, 提供这个和解的服务, 他们主要当然, 作为一个全职的和解员, 做的都是一些商业上高的争议, 或者是牵涉金钱, 很多时候都会牵涉很大的金钱, 但是也有大量的和解员, 在社区帮大家去调解分枕, 有时我在看法庭的故事, 或者是剧, 甚至是法庭报道, 比如说我告你, 你藐视我, 我歧视我, 法庭就好像说, 不如你先做个庭外和解, 你自己谈好, 不然走来法庭, 因为你很大的程序, 很复杂, 有很多资源浪法, 时间和钱, 其实是否就是这些呢? 庭外和解是否就是这些呢? 从前的庭外和解, 不是涉及调解员, 去到做中间帮手, 是自己谈的, 而两方的律师, 但你想想想, 两方的律师, 他需要为了他当事人, 争取最大的利益, 于是两方都是一个有冲突面的, 即是利益对利益, 作为一个和解员, 我们是中立的, 最主要调解的过程, 和我们学的技巧, 都是帮助争议双方, 有时有律师代表, 或者没有律师代表, 大家坐在那里, 去谈清楚, 想今日, 今后, 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和解员的角色, 最主要是中立的? 完全是, 不会偏帮任何一方, 双方看到有个中间人, 正如你刚才说的和事佬, 都不会帮任何一方, 这样的时候, 大家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协议是包括一些, 可能是几样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是经过一个时间, 大家谈出来, 谈出来之后的方案, 大家签好一个和解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是有法律效力的, 双方要遵守的, 你想想那些的方案, 事实上是双方都很能接受, 是大家想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是达到一个双赢的方案, 譬如说, 我有什么争执, 譬如我和他们吵架, 那我当然, 我假如, 通常我没有钱, 如果有钱, 我找个律师代表我的利益, 来向你争取我最大的权利益, 通常是, 你当然找个律师来辩会一下, 我有信心找律师, 我找他, 他会站在我的立场, 找个和解完, 我都不知道你是否, 你又要双方接受这件事, 即是认同这个专业身份, 难不难, 大家去掌握这件事, 譬如, Anita在这里, 行不行, 信不信她过去, 是否会帮她, 说些话, 好像你帮她多些, 没有帮我, 好像我会吃虧, 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从几方面看, 第一, 如果在香港, 做这个宣传和教育, 做得够广泛的话, 全香港七百万的市民都知道, 原来调解已经可以很好, 很有效地解决争, 人家世界各地都在用, 为何我不去试试? 第二, 在选择和解完的时候, 现在在香港, 我们有一个叫做, 联合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是在高等法院隔离成立的, 有大约八个调解机构, 去到成立这个办事处, 里面大约有千多的一个名单, 在这个名册上高, 就是他们这几个机构, 在过往认可了的一些专业和解完, 我自己的名字也是上高的, 于是当事人如果去想想法官, 或者律师叫他, 不如你试试调解, 他便要去那个地方, 去到问别人那个写字楼, 可否介绍和解完, 透过一个这样的机构去介绍, 或者转介和解完, 估计当事人都应该有些信心, 当然当事人自己是可以有一个选择, 当事人的意思是两方都会同意, 所以选择或拼请的和解完, 没理由会帮任何一方, 第三方面, 我们也有一个调解守则, 是由律政署去到, 经过大约都有一年时间, 去到咨询之后, 是做出来叫做香港调解守则, 里面守则的一项就是, 我们是中立的, 没有利益冲突和双方, 同过一次的争议没有利益冲突, 很多的调解机构, 他附下有调解员和解员, 他都进入了, 即是肯接受这个调解守则, 于是, 我想在这几方面来看, 香港市民应该会越来越能够接受, 以这种方式去解决, 他本来要上法庭的争议, 这是一个专业的工作, 你有了守则, 有了培训, 他的角色也都受到专业的守则规定, 你便不可以偏帮, 一选就要, 双方都同意那个人, 不会你选一个, 我选一个和解员, 两人一个, 又是, 又是, 第一步, 大家都要同意一个和解员帮手, 亦都有时见过, 有一些过程里面, 譬如甲方, 他认为要找和解员陈先生, 但岳方未必喜欢, 他便有建议另外一个, 在这里都需要一些磋商, 我想提到专业的问题, 事实上, 在香港现在未有调解条例, 在应该政府考虑立法, 有些地方有, 都不是全世界做得很好的调解区域, 或者是国家有的, 不一定, 因为这种不一定需要法例去限制, 但香港选择了, 都是去想想, 去咨询, 现在是有草案, 正在做一个咨询, 和草意阶段,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算阿迪你说, 我现在见到有人有争议, 我来跟你去排难解分, 甚至你去收钱, 只要双方同意这样做, 是你完全可以这样做的, 那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专业的和解员, 是需要透过一定相当时数的分析, 另外也有几个机构, 是会做一些专业考试, 经过考试合格之后, 就可以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和解员, 但也要有一个注册名单, 就在那个机构上高, 刚才说的, 这几个机构, 就把名单综合在联合办事处那里, 我都知道, 因为我这些朋友都有上课, 都很难考试, 我都肥了几个, 因为我们的专业都需要, 他有相当的技巧, 因为实在不是说, 你当然要有亲和力, 有相当社会经验, 跟人的沟通技巧是很好, 但在这个训练的时间里面, 都是做多了一些事情, 譬如对于整个, 我们现在在香港,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一个叫促进式的调解, 我们是学这个过程, 事实上, 如果是能够掌握到过程好, 技巧用得好, 去到帮到别人的手, 去到和解到, 那个成功率就大一点, 所以在考试上, 就是要考这一件事出来, 因为你刚才听你说, 我自己观察, 现在和解的工作, 主要是商业的纷争比较多一点, 可能成人时间的纷争, 都未发展之前, 都可能做过和解工作, 多数比较成年人, 商业上的活动, 因为我今天想找你来, 究竟问一下, 我这些和解的技巧知识, 用不着在家庭, 因为我们比较着重关心家庭, 但坦白跟你说, 家庭的矛盾又多得不得了, 兄弟姐妹之间, 由小时打到大, 每天都吵架, 爹地妈妈之间又有很多, 家族好币又发生, 亲子两代又有很多问题, 家庭里面有很多矛盾纷争, 甚至喊杀, 其实这套的专业, 用不着是家庭的呢? 我们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就是牵涉夫妇的, 即是结婚的男女, 如果他在离婚或分居之后, 有子女或财产上高是需要谈的, 都在家事法庭, 很多时就是希望, 他们用家事调解来解决问题, 这很多时牵涉有法律的背景, 和有社工的背景的调解员去做, 但你刚才说的, 无论在家庭里面, 我们有爸爸和子女, 即是两夫妇, 他不是说离婚或分居, 但也可能有些争吵, 又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 亦都很适合用调解方式, 去解决他们这些糾纷, 因为糾纷未去到争议, 未去到撒上阶段的时候, 在家里面我们做父母, 都不想那些子女整天在吵, 有时连父母都和子女一起吵, 所以我们学的技巧, 其实是很适合亲子的环节, 那是对的, 一会儿我想跟你谈多些, 亲子环节的故事有什么发生, 不过我想再搞清楚, 亲子和解的角色, 刚才我们有提到, 律师判断哪个利益的最大, 属于哪个, 社工, 社工将两个麻达的辅导, 他也是劝劝他, 或者问题大家看通透一点, 就是一个辅导方法去解决矛盾, 和解完, 其实这三个功能, 就是三个都是专业的, 律师的专业, 社工的专业, 和解完专业, 三个之间, 是如何分别他的独特性, 在哪里呢? 和解完, 我们第一, 不一定需要有一个法律的背景, 是, 原因是, 在你面前的两个人, 他就算有一些过往的, 譬如签了合约, 或者我有证据证明, 我是对的, 他是错的, 和解完, 我们不是去引导, 去看这些, 最主要呢, 是在调解过程里面, 我们是看着, 现在和将来, 希望将来如何解决这件事, 我们不需要, 很复杂的一个数据搜集, 我们不用理会, 是否真的签了某个合约, 但是呢, 我们都会听他说, 即是, 以前是错与对, 因为最主要调解, 不是分对错, 而是, 将大家, 双方, 今天, 需要的东西, 他想如何解决问题, 本来是, 隔得很远的, 本来有个红沟, 但是, 如何在那个沟通过程里面, 慢慢将他拉近, 甚至, 双方都能够明白, 对方的角度, 因为, 他如果没有机会听别人说出来, 他不明白别人的角度是如何, 我试过做一些调解个案, 当事人根本在六年里面, 都互相没有见过, 有一个是更夸张的, 即是, 一些遗产的分配问题, 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两个都年纪很大, 真的七八十岁, 他们在过往的几十年, 都没有见过面, 你和那个弟弟, 其实有一个女儿, 那次参加调解会议的时候, 带了一个女儿, 叫个女儿, 叫姑妈, 其实, 没有见过, 好像很奇怪, 但是, 当他们有机会坐下, 是去到亲身看别人, 听别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他其实都听到别人有什么需要, 人事实上, 都不一定是, 事时都挂着自己的需要, 当他有机会听到别人的需要, 而这些需要, 在满足别人的需要的同时, 自己都是无害的, 自己有时可能得益的, 都可以大家都, 即是, 共分一些东西, 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调解会好过, 在诉讼的时候, 大家去讲过往的证据, 历史, 以及勾一些大家不开心的东西出来, 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对比社工, 很多人都问, 我是社工, 为何好似, 好像辅导员, 那样, 我们就特别教书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堂里面, 是会讲及, 我们不是辅导, 因为我们是一种促进, 他去到和解的这种形式, 是有别于另一种, 另一种和解, 在世界其他地方, 或者偶然在一些地方, 在香港事实上都有用的, 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复和调解, 有时会摆下去一些, 犯了罪的罪犯, 和一个受害人, 或者受害人的家属, 他们在罪犯, 服刑, 或者服刑, 服刑之后, 大家的心结都未解, 于是就透过这种, 有少少辅导式的, 一个调解形式, 去解决问题, 亦都跟我们不相同, 我们真的不敢说, 我们是会解决别人的感情, 和心理问题, 我们是解决别人的, 那个需要问题, 如果他们双方, 假设, 争议双方, 是怨恨很深的, 可能六十年的一个职员, 我们不会去帮他手, 我们是希望他先用辅导, 解决了这种, 心理上高, 和精神上高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再用和解去帮他手, 我们是相信, 和解是可以帮到一些, 还继续想维持一个关系的双方, 包括一些股东, 包括家庭成员, 包括在隔离轮舍, 住在楼上楼下, 每天都看到, 都很想继续保持一个关系, 就是这样, 才令我们每天和律师, 和辅导的社工都不相同, 基本上, 没有一个所谓的价值判断在里面, 绝对没有, 是促进他们, 达至一个未来的解决方案, 我举一个极点例子, 比如我跟你闹嘲, 大家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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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可能会慢慢引导, 不如大家同意, 抽签决定, 抽签了决定了, 大家这样去就这样去, 打同同意, 同意了, 抱歉, 达至一个目标, 解决了问题, 也是得路, 那你就要想想, 如果抽签决定, 大家同意的, 我首先这样, 我们人和人, 有不同的意见, 就是很正常的, 没错,没错, 日常, 都时时是可以用协商, 谈判的方法去解决, 来到我们面前, 通常都是因为, 大家都争持不下, 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最好, 你觉得你的方法最好, 但是如果我们, 已经去到一个一步, 那不如有抽签, 但你想想, 如果抽签之后, 只是你高兴, 因为抽到你那个议员, 但我便会很不高兴, 但是, 我们调解, 如果说, 这个争议已经去到一个阶段, 不如我们找一个中间人去帮忙, 这个中间人找到, 可能是第三个方法, 而这个第三个方法, 是双方都会觉得, 其实我们没有想到, 事实是一个挺好的, 我们学的, 其实我们训练的时数, 不是很长, 我们用40小时左右, 就会完成一个课程, 其中包括少少理论概念, 然后大量都是一个练习, 练习的时候, 就是令到那些和解员, 学的学生可以知道, 如何去运用这些技巧, 是, 那一个学生, 即是说, 训练一个和解员, 他应该有很多解决方法的形式, 例如刚才我说, 我愚蠢一点, 抽签简单一点, 你可能很多, 说一人一大堆, 可不可以这样试一下, 想一下, 你要提供很多解决问题方法, 给大家去参详, 是否要很多解决问题方法? 去找方法是要的, 但也不是和解员去告诉他们, 用ABCDE你们选, 不是, 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我们的难度是在于, 譬如我想到, 可能这样的方法解决到, 但我不可以去跟他做决定, 因为如果我帮你做决定, 你一样不会接受, 你会觉得是我的和解员, 叫我这样做, 或者是和解员, 会不会偏帮他, 叫我这样做, 所以一样是争议双方, 自己去谈出来的, 即是你引导他们, 说多个技巧出来? 促进式就是这样的, 那也有很多技巧, 你又要没有一个价值判断, 又没有一个制裁, 不会有一个仲裁, 这样听之后, 他应该正确, 应该这样, 决定这样, 又不是的, 要他们大家, 口服心服来, 一般来说, 调解或和解, 要用很多时间去解决? 我们一般, 一段落, 一节, 就用三至四小时, 一是半日, 半日, 大部分的个案, 其实是一节, 又或者是两节, 已经可以解决, 很厉害的? 因为你想想, 都不需要说回旧时的历史, 只不过, 你说了背景出来, 其实我们看完那些材料, 都知道背景, 又或者, 当然, 社区一些, 在社区的个案, 都要问清楚, 但是, 我们时常有一个信念, 如果用三节, 已经是九个小时, 或者接近十小时, 都解决不了的那些争议, 其实都很难解决, 因为大家是要开心见诚, 去到说我想要怎样, 大家也能够接纳别人想要怎样, 那个速度是快的, 是的, 好, 这题我们分享过, 详细介绍和解园的, 我们平时讲的和事佬, 当然是一个专业, 不是一个贬持, 一个, 都几个角色都好, 有独特性, 还有, 很神奇, 可能一个双方的矛盾, 是说二三十年的矛盾, 三个钟头, 四个钟头之内, 都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这个功能就非常之好, 但是, 我们刚才说, 家里面, 问题是多到不得了的, 跟家长经济, 老公又怎样怎样, 太太又怎样怎样, 跟着, 子女又不听话, 老师又那么多要求, 根本很辛苦, 压力很大, 那么, 和解这种的形式, 在家庭里面, 可否实用得出来呢, 因此, 将这些小矛盾, 变成大矛盾, 变成小矛盾, 即是大事化, 小事化, 可否就这么神奇呢, 两夫妇关系, 相交了, 即是相处了, 即是整闹交了, 十几年了, 啊, 和解完三个钟头, 可否搞定它呢, 稍后回来, 就和Anita再讲一下, 在家庭里面, 和解和事佬, 又会不会呢, 我们今日的CEO, 就讲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就是和事佬, 其实, 专业的讲法, 就是专业的和解员, 刚才Anita和我们好好地介绍了, 和解员的功能是什么, 和律师, 和社工, 功能在哪里, 大家都听到的, 它的独特性, 和神奇的地方, 我都觉得, 如果做得到就好了, 基本上, 很多的纷争矛盾, 都希望是一节至两节, 大概都是最长不到的, 六七个钟头之内, 就解决问题了, 很紧要的, 你知道香港问题多得狠, 你不解决问题, 问题越继越多, 可能问题由小变大, 如果又和解完呢, 用时间里面, 由大就变少, 我们CEO家长, 有很多关注我们家庭的问题, 我今天找Anita来讲, 不单是讲, 整个和解的专业是怎样的工作, 我反而都希望, 透过这个概念, 或者这些技巧, 我们家庭用得到的, 两夫妇那么多年的矛盾, 又可以解决到, 亲自关系, 不理解几个月, 大家又解决得到, 小孩子常常在吵架, 爭回他, 我有方法解决得到, 那这个方法挺好的, 那这些方法, 行不行的, 或者你们的和解工作里面, 有没有涉及家庭糾纷? 在地区转介来的个案,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家庭之间, 即家庭成员之间的个案, 他们是因为一些争执, 无论是大家的沟通上, 甚至有些人争用电脑, 争用洗手间, 那些资源就得一样, 那么多人去到用, 在地区来的个案, 无论是家庭成员之间, 都是时候发生的, 我们这些个案, 很多时候, 我们用一个公益的方法, 即是说不收钱, 这样去做, 我解决的, 有很多个案给你, 我们现在都和一些地区组织, 是有合作性的, 这些也有很多时候, 可能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 都能够解决得到, 亦都很有效, 我可以讲一些例子, 我在一些, 因为我做一个, 就是调解技巧, 我做教书, 我在近几年里, 都教了不少学员, 他们也进身了, 就和解员, 我听有些学员, 很多都是家长来, 他说可以用得到调解技巧, 回去跟小孩子相处, 我听过有一个妈妈她说, 他回来, 我问他, 刚刚我上星期, 教了谈判力, 你有没有练习, 我要他们过往七天, 都要练习这个, 他说, 那小孩子走来跟他说, 我个儿子, 本来每天喝一支益力多, 突然间走来跟他说, 要喝两支益力多, 作为一个妈妈, 当然不行了, 立刻就说不行, 为什么呢, 他立刻说不行, 我们作为家长, 其实很容易, 就是我是妈妈, 我爸爸, 不准就不准了, 不用解释, 我个儿子就很生气, 他唯有接受, 但是他会很不开心, 我们的调解技巧,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是谈判, 即是交涉, 因为争议双方, 时常都需要去讨论他自己的需要的东西, 跟别人有一个谈判, 所以和解园为了促进他们的谈判, 我们自己的谈判力都要很厉害, 于是学完就要学, 我于是问他, 你怎样发挥你学了回来的东西, 他说, 我保持住, 别生气, 别不让他喝两支益力多, 不过我问他很清楚,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喝两支益力多, 我儿子就告诉他, 老师说, 两支才足够营养, 老师说, 看到一些谈查报告, 研究, 是说两支才足够营养, 于是他就跟他说, 为什么妈妈觉得你应该喝一支呢, 因为你一次过你喝这么多, 可能你会不舒服, 会有太多糖分, 会弄到牙齿, 如果你喝完之后, 喝两支, 你肯去刷牙, 会不会有好呢, 于是, 他跟那个儿子, 就会进入一个良好的沟通, 良好的沟通, 这个谈判技巧, 就是找出别人的背后需要, 第一, 第二的技巧, 就是, 不会用自己的立场, 去压榨对方, 不会因为我是妈妈, 你不是, 所以, 我不听你说, 其实, 去推荐良好的沟通, 是调解完, 应该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些, 我们去到亲戚关系, 就应该几好, 是吧, 你先专家, 我不是, 这两个环节很重要, 因为, 有时, 我们跟家长听, 为何那些家长和小孩子沟通, 大家谈不到, 一,他就没有技巧, 父母, 通常的角色, 我是权威, no, 就no, 或是, 说两句就算, 喧两句都不听, 你就吵了, 沟通基本都是由上而下, 潮解完就是平和一点, 大家对等地说, 第二, 就是情绪, 父母就最难控制这件事, 聊两句, 你不听话, 就吵了, 或者每天都是这样, 女儿, 免得跟你谈了, 發了鼻子, 骂了一会就算了, 和解完就不是, 你要冷静, 要大家促进沟通, 这两招很可行, 我们将人和事分开, 是的, 人和问题能够分开, 就应该自己, 暂时都可以放下自己, 作为一个父母, 或是一个权威的身段, 都聆听小孩子怎么说, 这个沟通好了, 在别人的角度去想想, 应该是可以解决到问题, 即是跟美心, 撤身处地, 因为我们经常都教家长这件事, 你这些技巧, 我都会用, 有一件事, 我觉得接触比较多个案, 那些青春期的亲自关系,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 我都管很多, 那些小孩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控制他, 骂他, 说他听话, 即是他不敢有什么作为, 但是大青春期反叛, 你骂他一句, 他就执回你三句, 那你叫他不要这么做, 就寂寞一下, 就是要这样做, 你说不追街, 他就晚一点才回来, 这个矛盾就很冲突, 很激烈的, 甚至父母真的都睡不着, 压力很大, 即是不能够这些青春期的亲子矛盾, 因为他们的青春期, 我又没办法搞他, 这一套的和解的, 这些矛盾, 又怎么不够呢? 我们有两个技巧, 试试看你觉得可不可以, 先教教学, 第一, 作为一个和解员, 我们要积极聆听, 去听清楚别人是说什么, 我们人其实都用少了时间, 去听别人的东西, 我们现在都不听收音机了, 因为我们那个视觉的接触很多, 我们要那些和解员, 去那些学员, 去用多些时间, 去听别人的说话, 听到双方背后的, 那个原爱之音, 其实很多人说话, 他表面说出来的东西, 和他心里面想要做的东西, 想的东西, 或者有一些背后的目的, 很多时候都是不相当的, 你会训练那些人, 要懂得听后面那些? 是, 懂得问问题, 然后问到他出来之后, 就能听得到, 第二, 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 说说亲子关系, 有时说话, 发表意见, 或者问问题的形式, 都可以调教一下, 有一种技巧, 我们叫reframing, 事实不是我们创作的, 现在有很多的, NLP, 或者是一些心理治疗, 都用reframing, 重塑, 或者是换框的技巧, 我在学员身上, 我都听到他们, 去试一下用这个, 去到reframing, 本来的说法, 本来我听过有一个女士, 我们学员有很多, 是两个夫妇一起来上课, 他们一起来上课, 都对他们的夫妇关系有所改进, 有一个女士, 她就叫她的先生, 我上课了, 我已经进来了, 刚刚就来开始, 叫她的先生, 你坐在前面, 你的耳朵不好啊, 我问她, 有没有一个reframing的方法, 去讲同样的意思, 重塑过这个意思, 讲同样的意思, 不过用另一个方法说, 有没有呢, 她已经在之前一个星期, 学了reframing, 她就想一下, 是的, 其实可以叫她, 你坐在前面, 你听得清楚一点, 先生觉得很容易接受, 我估计青少年人去到说话, 可能去到用这些方法, 而不是刚才你这样说, 很快就会骂她, 不准你这样, 不准这样, 你找出她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可能在那个青少年成长的时期, 她有朋友出去外面玩, 她也想这样玩, 问清楚一点, 然后自己去到给一个意见, 或者问问题的时候, 用一个正面一点, 积极一点, 平和一点的方法去到问, 可能我小孩可以多接受一点, 我想要抓你来讲一些课程给家长, 针对青春期的家长,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那几个技巧, 我觉得是有效的, 要听一下年轻人的心声, 因为以前从小到大, 小孩大, 都是妈妈妈妈说了话, 小孩没什么机会表达她的想法, 年轻人是需要的, 不是说你讲什么, 因为她有反叛心理, 这个反叛心理是很贱的, 不是你的子女才独特, 所以要听她, 我觉得是重要的, 我认识这招是最好的, 妈妈有时, 我爹地妈妈说话, 真的每次都肯生忍肺, 而且年轻人在青春期, 她是特别敏感的, 是的, 她又听不到你表面, 她又过分阅读你后面的意思, 妈妈在批评我, 老爸又说我又不好, 你又说, 啰嗦, 为什么叫啰嗦呢, 就是你这样一只字都觉得是啰嗦, 因为觉得你背后, 不信任她, 怀疑她, 或者是不帮她, 所以她的任何, 你讲说话, 她又觉得你啰嗦, 那些年轻人学一下沟通技巧都好, 年轻人去到来一下, 学调解技巧都好, 是的, 我们有些学员, 是一些刚刚大学毕业, 有些是在读大学, 有些中七的都有, 他有一个学员, 是说她家人觉得她的沟通技巧, 有待改善, 不如你去上下, 调解课程, 那我觉得真的挺好, 因为除了, 因为不只是沟通技巧, 是在沟通技巧之余, 是在有你自己, 作为一个和解员的特质, 例如你刚才都有提及的, 同理心, 是不会有一个判断, 别人对或者是错, 自己都是一个积极的聆听者, 又会沟通得好些, 整套技巧学了之后, 其实放在很多地方有用, 我想说一样, 就是在外国, 有很多研究, 是将训练调解技巧, 这个训练调解技巧, 是放入学校那里, 是去到另一个用途, 即是说, 调解技巧的训练是一个工具, 然后是要来去训练那些, 譬如青少年人, 或者是一些, 主要都是年轻一点的, 是有一个, 即是改善他们和别人的沟通, 和相处的方法, 是的, 这个呢, 当然, 你现在教育, 有很多内容, 如果你说, 有些活动是帮到青年人, 是, 会和别人相处是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 你现在加上电脑的语言, 有些语言我们都不明白, 或者语言之间, 是没有体会到人的反应, 因为跟电脑之间, 沟通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很少了, 是, 如果年轻人, 在学习沟通, 而他这个沟通, 有助于大家明白, 大家对方都很合适, 其实家长都经常说, 哎呀, 你帮我教一下我儿子, 等他呢, 立刻和人沟通, 立刻和我沟通, 因为呢, 他说话又, 顶来顶去, 我说话顶来顶去, 大家就撞来撞去, 其实这些学校, 如果有年轻人, 又学到这些东西, 我们家长又, 受到这方面的认识, 可能很多家庭问题, 迎刃而解, 也可以解决了一部分, 在澳洲, 纽西兰, 调解技巧, 是入了正规课程, 小学课程, 我刚才听, 我们开始之前也提到, 听你提到, 有些学校有一些, 学生之间的, 蓬佩的调解, 是怎样的? 近几年, 有家庭福利机构, 他就是, 在中学那里, 训练一些高中生, 去做调解员, 他们就是一种叫做, peer mediator, 所以是蓬佩调解, 他帮忙的对象, 就是那些, 譬如初中生, 或者学校里面都有小学, 帮一些小学生, 你知道那些小学生, 或者是初中生, 他们如果跟隔离的小朋友, 或者同学仔, 我不跟他聊天, 或者我不跟他一起做project, 其实很大件事, 于是, 就由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去到运用他学回来的, 调解技巧, 去帮那些小孩, 这个活动, 在过去几年都做得非常之好, 已经是训练了不少的, 大姐姐大哥哥出来, 亦都这些大姐姐大哥哥, 入了大学, 自己会成为专业的调解员, 这是因为小孩和大人一样, 他可能都是记住, 旁边的同学, 他拿过我一个拆胶, 我记得他, 他偷了我拆胶, 或者拿了我利用, 没有机会去到问到, 为何旁边的同学, 会拿过拆胶呢, 是否去借利用, 遲些会还给你, 又或者拆胶, 其实就是拆完之后, 越来越少, 那样东西还回头, 都不会復原先, 大家要去讲清楚, 讲明白, 他以后就可以在学校, 在班里面合作, 是呀,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 年轻人这方面训练都好, 我相信这一个, 蓬佩的调解, 当然要帮小孩的调解问题, 就是学校的矛盾气氛, 可以更换很多, 其实对那个学生来讲, 大哥哥大姐姐, 很有用, 很大帮助, 我想起, 如果我那时候, 学到小孩, 学到的技巧, 才能偷通, 或者我做社工做得好一点, 他出来出来做事, 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你怎样跟人解决问题, 这个是重要的, 人制关系, 人制之间的沟通, 自己是解决问题, 我们这种促进式的和解, 亦都叫做解决问题的调解方式, 是因为我们很集中去找出, 那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用相当的时间去找出, 大家争拗, 那个矛盾在哪里, 然后是大家一起去解决这个矛盾, 我在过往几年, 教了这么多学员, 很多人, 有些就考了专业的和解园史, 成为专业和解园, 但其实他们都还在自己的工作崗位, 在家庭上发挥, 大部分都觉得, 学了这个技巧, 对于自己作为做人都好了很多, 有了技巧, 亦都能够明白, 切身处地, 明白人家的困难在哪里, 绝对是一个值得去多了, 学了的一套技巧, 现在多不多, 刚才那个学校, 那个范贝和解, 多不多校参与了? 因为香港的学校不少, 做的科理机构就是, 不是很多, 是一个慢慢慢慢推广的方法去做, 我鼓励你们申请优质教育基金, 因为这个在教育环节, 我也是, 这个是人的质素的训练, 你不是教他ABC代数, 或者是麦里, 甚至历史, 你是人的质素, 因为人, 今时今日, 我觉得年轻, 将来的能力, 将来人才能力, 溝通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刚才听, 懂得聆听, 懂得切身处地, 懂得怎样去解决问题, 引导人去解决问题, 自己怎样去思维, 又客观, 又去处理前面, 其实这些对于年轻一代, 不要讲和调解, 只是这些基本的, 不是基本的, 重要的, 溝通的技巧方法, 对他很实用, 是很有用, 好像一个通识那样, 是的, 所以, 如果你们, 你会可以跟ANGEL多些, 申请优质教育基金, 他有很多钱, 我们可以推广多些, 今天我们就听得很轻松, 原来这件事, 不单是公司公司间的矛盾可以解决, 不是说打公司, 所谓分身家, 这样的矛盾, 其实去到家庭小子上, 都可以做, 还有, 如果这样听下去, 我真是想很快要报名, 这个就, 除了在专业上的一个发展之外, 其实你个人一个装备, 很厉害, 年轻人也有帮助, 我们做家长也有帮助, 专人士也有帮助, 我相信社工也有帮助, 我听过很多区议员都去参加, 因为他都帮忙解决很多问题, 各行各业都有的, 你可以想像, 行政主厨, 法医官, DJ, 医生护士不少了, 如果听完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生活中实在太多问题要处理, 如果你在矛盾, 在大家的矛盾, 困难当中糾纏, 情绪又会波动, 大家很烦恼, 如果原来有这种技巧, 是帮我们解决问题, 真是很大的帮助, 我刚才说人的装备, 无论年轻人的装备, 今天如果你是家长听到, 我鼓励你想想, 在哪些机构可以扮一个, 调解的一些课程,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知识, 是帮助你处理很多家庭问题, 你做不做调解员是不重要, 但你认识了这件事, 在家庭里面处理亲自关系, 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和很值得做这件事, 我希望我们的机构NGO, 和你们有中心, 将来有多点合作机会, 搞些课程给家长, 专业给家长, 特别是具体的, 在家庭处理问题方面, 好吗? 你当答应了, 好吗? 好, 施党家长到这里为止, 下次找其他题目, 和大家谈谈, 多谢大家。